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到底改了哪些東西 因為小葉剛剛就有提到 就是在這種比較艱困的環境當中 一定是高底盤車型 欠管的啦 一定要先欠管 所以他的底盤 就是比一般跑車化懸吊的 Carrera再提高了50mm 對 多5公分 這其實好像沒有很多 對啊 因為就可能我們以前 曾經有跟一些越野玩家聊過 我記得他們那種 就是所謂的車身身高的套件 好像動不動就是10公分起跳吧 我記得多數都是用幾吋 對 1吋就是2.54公分 因為為什麼我會講10公分 是因為我聽到最多都是 好像是3吋起跳 就是他們有所謂的3吋套件 那你看3吋的話就大概 7.5公分左右 對 大概將近10公分 大概就是4吋 對對對 所以說這個50mm 等於是提高了大約2吋不到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保時捷 很多車款都有那種前後軸抬升 是 他就把這個車型的921打卡吧 前後抬升列為標配 所以他還可以額外再讓前後軸 個體升3公分 也就是30mm 所以加起來就是8公分 所以就差不多是3吋的高度 就你說的3吋的套件 但是因為畢竟這個是抬升系統 他不是always可以這麼做 但是基本上時速170公里以內 都還可以讓他維持最高的狀態 那這樣子其實很強了 在台灣已經算蠻夠了 170公分你就可以一路飆 8公分的高度還一直飆 對因為我們也試過很多譬如說有氣壓懸吊的車款 其實他的那個最高的那個模式 限制都蠻多的 大概我遇過最多最多 可能可以讓你開到時速40 50吧 對然後你一超過你就會開始覺得 怎麼開始電梯下樓了 那真的會有感覺 有些車款那個幅度比較大的 你速度到的時候開始往下降 那個感覺是非常明顯 就像小燕講這個170公里 應該是非常夠用了 即便我之前跟嘉飛貓去比拉力賽 我們目前也還沒遇過這麼高速的賽段 台灣的道路環境的特色 很少有這麼長的直線段 而且以這種拉力賽 像我們台灣自己很多改的這種拉力賽車 如果你很長的那種直線路段 我只有聽以前我們老前輩有去參加過 他就說他能夠用 可能是比較老的發系車去改 然後去跑這種拉力賽車 他說那種長直線 你很快就已經掛到最高檔面 你也不能幹什麼 因為你速度這麼快而已 然後就開始給他說 你中午訂便當 晚上也要烤肉嗎 我能做的都做了 就只能這麼快 然後副駕還可以慢慢在那邊翻路書 而且現在是在第幾頁 對因為台灣的賽段真的比較難 可是如果說大家有看過 打卡拉力賽 我們不要說你看整段 過去有一些車款 可能他要跟賽事有所連結的時候 他的廣告片當中一定會出現 就是打卡的這個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通常都是在那種 一望無際的大沙漠 然後就一台車 就在那邊一直跑 一直跑 他也沒有什麼轉彎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上下起突 但轉彎基本上是很少的 然後你就看到那台車 一直跑 不管是汽車還是機車都是 你不知道方向對不對 對 他那種比賽的模式 真的是跟我們認知中的拉力賽 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方向 一個GPS 他不會有一定 你要完全照那個路線走 其實那個相對的路線沒有這麼的精準 真的是難度很高 對 因為像如果說我們所知道的WRC那一種 通常他一個賽段大概就是幾公里 幾十公里 而且基本上你從A點到B點 你大概只有那條路可以走 你看打卡不是 他就是一個大沙漠 你一樣是A點到B點的概念 只是說是中間能夠走的路線 變化可能相對比較多 基本上大家都會選擇能走 然後盡量直線路徑最短 但是會遇到什麼就真的很難說 全球分數目 就很大